小迪 你不会想说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种话吧 因为我跟小迪从小就认识了 所以我们算是彼此之间 最了解彼此的人 他也经常会把一些我们生活的过往 当作这个画漫画的一些素材 走 所以说其实漫画里很多情节 都是两位发展 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说你都放下了 还说祝福我跟天主 结果呢 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跳起来啊你 我不是 跟他没什么呀 没什么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一块去做直播呀 还是以漫画原型的身份 就是个误会 不是 不是 不是个误会 就是 因从阳差 他来帮我忙而已 我怎么不知道你们两个 什么时候熟到能帮这种忙了 之前不是很身份吗 而且还说那么多模棱两可的话 搞得你们两个好像很亲密一样 石小念 你不会把那些事情都告诉他了吧 我没有 那一天 你是故意撕掉那张结婚证了吧 什么 这么想就是了 隔了那么久 你又恰好把能代表你们同性记忆的东西 带到身边 一找就找到了 而且我来找你的时候 恰好千出就出现了 你又那么恰好地当着他的面 把那张结婚证撕了 让他故意怀疑我 你都是设计好的吧 石小念 你故意的 你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对不对 今天这些事情 是我不对 但是这都是误会 是巧合 你不能过到这来发脾气 不听我解释 如果我想做什么 我和沐先生住楼上楼下的关系 我可以在他搬过来的时候 我就抓着他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了 不是吗 不是 你今天不忙吗 怎么突然 我和小迪有点误会 所以刚才就吵起来了 所以你就让沐谦叔陪你去直播是吗 你都知道 原来你真在哪儿 我真没别的意思 我跟小迪也都说过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个巧合 你公司那么多事 我也找不到别人来充当这个位置 而且而且我跟他们都说了 我能不能一个人出席这个活动 他们都说 都说不可以 你什么时候 可以替我做决定 我找过你了 你忙得头也不抬眼也不睁的 一直在打电话 你说说你最近都没好好睡过觉 你公司那么多事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这是理由吗 还是你的借口啊 所以你就让沐谦叔陪你去世了 让他冒出你漫画的原型 还是说这漫画 本来画的就是他 莫名其妙 你在怀疑什么 莫名其妙的人是你吗 看来石笛说的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你 你快来跟我道歉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干杯 干杯 你说男人是不是情商都有问题啊 我这么替他着想 他还冤枉我 他怎么冤枉你了 他说 我和沐谦叔有问题 他竟然相信石笛的话 说我是故意的 石笛吃醋我是理解的 因为 毕竟你把人家未婚妇接走了 可这公欧 为什么会生气啊 你和沐谦叔原来关系很好吧 小的时候 和他有那段记忆的人 是我 他不是和石笛青梅竹马吗 那时候他生病了 搞错了 等他病好了以后 他跟他说我是他 他就以为他还是我 好 所以你之前画过一本 你和他在一起的漫画是吗 嗯 那漫画具体的内容 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那个时候啊 我们俩都这么高 就这么高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爬树 爬得可高可好了 然后他家里人都不让他出去玩 我就把他从家里偷出来 我说走 跟我去玩去 我还说 我们俩有一个秘密基地 这你哥记得 记得了 我又不是脑袋有问题 这种美好的事 我居然记得 要是他 他都忘了 妈 他有时候 他开始奖 我做的 我都是这样 有意味的 感谢观看